小匯 或是那个叫做行程费用调整 那这个就是主要点这个 左边的三条线 点进去的话 到这个画面 那在钱包 钱包这里 给他点进去 就会看到你 是正的还是户的 正的话就是 Uber要给你钱 户的话就是我们要 汇钱给Uber 再点进去 他有外送 其中一项他不会写小匯他写 行程会用调整 就是他的小匯 这个行程会用调整 就是看小匯 所以小匯的话就是行程会用调整 那现在的小匯是 非常稀少 这张是别人的 所以 看小匯就是照这样操作就可以 对 对 感谢观看